中文字幕 李宗盛 熟狗的朋友 你們是疑勤不疑墮的 也就是說要經常做事 就不會病的 越勤力就越好運的 你們是疑二不疑一的 適宜什麼都是 低調一點做阿二 就好過做阿頭的 你本身的八折夠氣力了 但是詩恩本身熟火 不夠火 現在他要… 他要生肚子出來 所以他就不夠火 但是你有夠火 就是你可以令到他懷孕 我借些火給你 但是如果在跑馬地住 或者在一些地區有很多火的 更正一點 我們今天在跑馬地 其實原來跑馬地很利利 真的嗎? 原來跑馬地三個字 跑字就是蛇 那個字就是蛇 馬就是火 底原來代表羊 原來是三匯火焗 原來跑馬地有很多火 對,很厲害 如果任何一個人 他本身是想做娛樂圈 而八字是不夠火的 其實他住跑馬地 他的聲運是特別好 對,所以跑馬地 很多藝術師都是很寒 對,這個秘密 所以如果未來你的小朋友 或者你身邊的小朋友 很想做影視界 其實搬到跑馬地住 是有機會可以在影視界出頭 所以你不夠火的人 如果你能夠住在跑馬地 那就是你駕駛嬰兒的時間 就駕駛得更加實正 是不是這個跑馬地 是全香港如果說火 最強的地方 我告訴你 這個是我師父教的 我師父當年就指著 居民 你如果想紅 你就最好住跑馬地 我1990年那年住在跑馬地 為什麼? 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駕駛 他說全香港只有一個地方 你的駕駛 是會被人家萬一拍掌 讚賞的 就是馬場 因為所有騎士駕駛 他會騎在馬上面 一跑頭馬的時候 是不是每個人拍掌 那是不是就是駕駛 吐氣揚眉之地 乃是跑馬地 所以今天跟你倆聊聊天 我們又爆了一段重要的資料 如果你的身材 好像李君明 都是駕駛的 或者像黃祖南 是駕駛的 而你又想吐氣揚眉 出人頭地 風水馬一代宗師話的 入跑馬地住 包你成功 狗仔因為今年是屬龍 龍狗就叫神率雙聰 龍和狗大家互相相衝 有一句說話大家都知道的 就叫太歲當頭坐 無福恐有禍 今年屬狗的人就叫梵太歲 梵太歲第一說的時候都害怕的了 屬狗的朋友都害怕的了 因為屬狗的朋友一旦犯太歲 在歷年 梵太歲通常都會犯三樣問題 第一件事要入院 少收而至大收 所以大家就害怕了 第二件事通常來說 親人通常都會有點麻煩 病結甚至死亡 所以一般人是害怕太歲的 第三件事太歲多數都會陷在地下 多數的 所以這三件事 因為經常發生 人們發現了 在太歲的生肖上出現了毛病 所以一直下來都認同了 是梵太歲比較多事的 但是在我的研究裏面 那時也跟佳姐說了 所謂梵太歲 其實是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的轉化 也就是每個人有太歲才好 即是說有些轉變有些轉化 是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 所以沒有大不了 所以大家要樂觀一點 去對付和看著這個太歲 不需要太擔心 第二件事就是 看看那個太歲年 有沒有吉星來救 而且一定要化解了家裡的 那些叫二黑五黃 我有幾集已經說過了 在風水上留意一下 沒有問題 熟悉的朋友今年是犯太歲的 所以中國傳統有一個叫攝太歲 也就是說去拜太歲 那這個固然 你說有沒有效這些 那我就不方便提這些迷信色彩的東西 這個是中國傳統的民間信仰 但是心理上一定有幫助 譬如你拜了之後 你覺得心安理得 其實這種就是一種心理治療 或者去捐一下錢那裡 是啊 那你扮大歲 今年就做一下善事 那你做善事有方法的 那怎樣有方法呢 那你去做善事的時候 你用你的名字去捐一塊錢 那你就等於是報私了個財富出去 就是種了一個好的善恩 那於是你就收回那個善果出來 那於是你就可以逢空發吉了 那特別這些捐錢的學問呢 我都想跟大家講一下 插開話題 就是譬如舉例 你和你的親人不對 很多人的 譬如說和父母不對 和子女不對 那你就很不開心 那剛剛上幾天 有一個讀者就問 他說我兒女就不乖 教也不乖 那怎麼辦 我說你很簡單 你當然呢 當他的朋友沒問題 你不要讓人教他 你教他當然不理你 我又要用一些圓樂的方法 他說圓樂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你用他的名字 不需要告訴他 用他的名字去做善事 就跟他種一些福 他種多好的福 給他 慢慢他收到好的善果 他就要報恩回來 誰幫他做善事 那就是等於你媽媽 所以如果你的子女不聽話 或者你的親民之後不聽話 你用他的名字去幫他做善事 這個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是圓樂的方法 我就負責說這些給你聽 又幫到他積福 然後他又聽你 又不用吵 那這個就是圓樂 大家聽這些圓樂 就很喜歡聽這些 那所以其實呢 有一件事 我想我們在座四個人都做不到 那些大師就這樣說 大大師就這樣說 他說誰是你的仇人 你用他的名字去幫他捐錢 嘩 嘩 這件事我們做不出 以得報願 家智姐你做不得到 我做不到了 很難 以得報願 不易 意思就是說 你跟他不合 或者是你的仇人 你前世都欠一些東西 互相互爭 那你就用他的名字去做善事 你可以評解你跟他的恩怨 嘩 這些真是超級大師才做 是啊 可能就是這件事 我聽回來覺得很厲害 但是真的我們人 真的不容易做到 真的不容易做到 我暫時都沒有 因為都沒有什麼仇人 那你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最高 沒有什麼仇人 因為你人緣好 是啊 所以屬九個朋友 今年雖然你犯太歲 但是你有三大吉星照著你的 第一個叫月空 月空 你看他的名字 好像不好 空極極 其實他是吉神來的 是代表著你可以 是出謀策 可以幫別人量到計 那這個就建立了你貴人 尚書就是 你去向老闆提議加薪 都有機會的 這個就是 雖然屬九不一般 但是他怎樣也有些吉星 有吉星 有吉星叫月空 另一顆吉星厲害了 叫國印貴人 國印貴人 這個印我們說過很厲害 印就是印星 印星就是什麼呢 親住你肯定你 印星是代表媽媽的 所以叫印仇 所以有一個人保護你 有一個人去保護你 保護你不會犯錯 那叫國印貴人 那就好東西了 日得星就是代表 每天都有些好的事情發生 所以屬九不一般 雖然犯太歲 都有三顆幾好的吉星 那最壞的一顆空聲 都要說的 就叫大號 號 號 就是這個號 不見錢 號選的號 不見錢 所以屬九的朋友 因為今年犯太歲 所以不太提議你投資 我們投資 還有一件事說 地產的投資 現在傾向於 都是比較差的 其實不只是屬九 整體都是差的 但是屬九的朋友 你記住 因為九在十二生肖裡 那個天干地支 叫蝕 那個蝕 就是代表我們面上的蜜 所以代表著 其實今年通的太歲 是代表今年屬九的朋友 要脫蜜 家宴這顆蜜 就不能脫蜜 而且不是屬九 但是如果你屬九 你面上一顆黑蜜 你要留意 如果兩顆黑蜜 是在這個姦門位 即是我們的眼角 這個文貞的位置 有黑點 是代表你會犯官非 而且夫妻是會離婚離義的 現在主持人沒有 那就是這個位置 裡面的黑蜜 要拿走 如果你的黑蜜 在那顆鼻子裡 就代表你四十到五十歲 你是破財 炒股票炒洞 以及會破產 所以這顆蜜 就是一定要脫蜜 最壞的那顆蜜 就是在你的鼻子裡 對嘴中間 這個地方 人中的位置 一旦有蜜 你的子女便會造反 而且你五十到六十歲 一定是很容易 女性容易有子宮的毛病 所以這個位置 也是代表那些位置 所以今年屬九的朋友 這三個地方不能見蜜 再說一次 家門的位置 就是眼睛的旁邊 鼻哥上面 還是鼻哥下面 這些位置 不能有蜜 如果有蜜 今年就一定要脫蜜 因為今年 就是神率雙充 所以要推走 黑色蜜 那是不是他 今年生日之前 要脫蜜 還是立春之前 就脫蜜 現在很厲害 說立春 就是二四號 過了二四號之後 就過年了 過完年之後 就摘過吉日 去脫蜜 千萬記住 吉日和空日 是代表什麼呢 吉日就是代表 那些天星很順的 那些磁場 叫吉日 沖的日 就是那些磁場 大家打架的 就叫空日 所以我們中國 查出來 什麼叫吉日空日 其實說那些磁場 是和諧 只是互相鬥爭 那等於你說 我結婚那天 用一個空日來結婚 那大家在一個 不好的磁場之下結婚 那就是大家容易 吵架頂頸 那個婚姻的儀式 就不順暢 所以多數都不吉日 所以我都希望 香港政府 代表政府 今年如果有大的活動 就不要像以前 那樣再犯這個錯誤 就用一個空日 那就麻煩 不斷看一看 那天是吉日 才做多些好事 不要累到我們香港人 經常用一些大空日 來做事 那就多多事 就麻煩了 那屬九個朋友 所以今年 你要善用吉日 去進攻 或者去做事 那些空日 就盡量不用太多了 那兩位經常去旅行 那家營姐經常出門 我們經常都盯著家營姐出門 喂 你不要用大空日出門 你明白嗎 那用吉日出門 那這個呢 就是今年旅行的朋友 記住 用大吉日出門 可以的說話呢 用大吉日 是回來 那你最少飛機 都不會太太太太太 麻煩煩的 那空日呢 那你說不用做人嗎 不是 空日呢 就是來吃神的 哦 即是說空日呢 你是約人吃飯 但是就不要決定那些重要的事情 哦 那就是茶餘飯後 在那裡亂聊天 玩玩玩就行 但是空日呢 就是來吃神的 所以大家希望今年 以久呢 這個排第十二 真是陰公的十二 生肖排第十二 那呢 他本身來說呢 今年呢 就用吉日來做事呢 那你就奉空法的了 但我記得 大師應該有一個 很正能量的想法 即是今年十二 即是七年的時候 應該會是絕地反彈的了 yeah 這個呢 就是我們已經有的觀念 那所謂排第十二的意思呢 就是給大家多些休息 多些運動 多些進修 那逢親運氣不好的時間呢 就要做三樣東西 就是運動 嗯 進修 還有睡覺 就是休息 那這三樣東西 就是我們退守的時候 應該有的策略 是 而各樣東西 心裡很惹 想做很多事情 那熟狗的朋友 今年呢 就不要心太惹了 盡可能呢 就低調一點點 那你就可以安然度過了 好